不過聊到了民眾黨 民眾黨其實也在選後進行了檢討 甚至昨天早上柯文哲的前幕僚吳靜怡 還在臉書上面發了一篇文章 他說我們在總統大選前做的求真民調 真的是失真的很嚴重 不過柯文哲方面回應說 其實民眾黨黨內的內參民調分為兩種 一個是全市化 一個是市化加手機 你該要有的交叉分析 該要有的評估選情 其實通通都有 所以絕對不可能造假 而之所以這回的選戰不如預期 還是跟投票率只有七成一有關係 導致柯文哲認為 美麗島民調一度做出 他只有14%這樣子的佔比 柯文哲認為 這才是很明顯的失準 甚至還營造棄保 不過選後 現在有爸爸媽媽不是柯爸柯媽 是真的有家長的爸爸媽媽 在社群媒體上面發文了 說自己才16歲的兒子 他的手上居然已經有這個 這個圖片是什麼呢 民眾黨的小草識別症 而且甚至還在跟同才聊天的過程 當中講說 這一年黨費500塊 因此現在也被質疑 民眾黨是不是開始營造 以支持柯文哲為榮 開始去洗腦 還沒有投票權的高中生 事實上 台大婦產科的醫師施錦中 最近也說了 他說他的女兒看到高中生 有五成已經開始支持柯文哲了 所以你再算算四年後 假設如果都開始有投票權 有沒有可能在未來四年 翻轉選舉結果呢 結果施錦中就回他說了 其實柯粉當久了 都是會有機會當柯黑 對 對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